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演唱会的时候也跟粉丝一起玩 创人数纪录 团员们和身旁的工作人员全都静止不动 大家的定力都超级高 其实讲人挑战很多韩团都有拍过 像是女团Gfriend在一间顶楼的launch bar 也有的假装店员 也有的拿着饮料假装客人 镜头转到背面 她们迅速集合静止不动 接着大跳舞蹈 一支女团就连男团也爱玩 韩国团体ftisland日前举办演唱会 也召集台下一万多位粉丝一起大玩假人游戏 也创下最多人的记录 其他男团 SF9则是在舞蹈教室 摆出高难度禁止动作 其他韩团像是宇宙少女和Semite 也都在休息空脑拍摄 影片出炉超级吸睛 看来这也是假人挑战女人的地方 TVB的新闻 红楼命令指挥综合报导 而韩国团体当中最长寿的代表 神话将在过完农历年之后 来台湾办演唱会 六名成员特别录制了宣传影片 宣布2017年海外巡会第一站 就是台湾 这是第一次 很特别的是 售票搭配神话的代表色橘色 要送橘子给粉丝 大家好 我们是神话 我们是神话 大家们都在一起 神话跟粉丝的密切情感是有名的 他们的官方粉丝有名称叫做神话创造 那么很多人是跟着神话 迈向第19年了 这次在台北的演唱会 主办那位说号 千万重金打造了专属舞台 还有节目内容 短短一个礼拜 还砸了几百万的电视广告宣传 就是希望能够带动更多人进场支持神话 那另外再看到了 则是最近在韩国热播当中的 两出韩剧 鬼怪 以及蓝色海洋的传说 这两部片被眼尖的观众发现了 怎么主角拍摄的场景 会在同一个地方呢 我们看到了 全志贤跟李敏昊站的这个地方 旁边因为 灯视实在太明显了 大家就发现 鬼怪第十集李东旭被分手的背景 就同一个啊 这到底在哪里 原来就在首尔民动商圈 免税店的门口 那当然是置入性行销 两个剧组才会来这里拍吗 李东旭想和刘宇娜牵手 却因为说不出自己的真实名字 让刘宇娜决定分手 粉丝看得好虐心 但这个场景好像似曾相续 全志贤就站在同一个地方 等待李敏昊赴约 同样的户外灯视造景 也被民众发现 还有全志贤做的室内荡秋千 浪漫装饰播出后引发讨论 让不少剧迷前往朝圣 其实这两部目前最夯的戏剧 都是在韩国新世界免税店拍摄的 在韩剧《抢致入》 就是看中现在韩剧带来的观光人潮 不只影响国内 也靠着销售海外版权 推广到世界各地 但另外这间乐天免税店 更有行销头脑 一次找其七大男神 由李中硕 李准姬 池昌旭等人 来为免税店拍摄网路戏剧 女主角就是员工 场景几乎通通选在店里拍摄 乐天免税店专打明星牌 还办过演唱会 新世界免税店也不甘示弱 找来必变的GD 当代言人拍摄广告 现在两大韩国免税店 不光是找代言人 还置入到韩剧中 新销策略手笔之大 也让人见识到 南韩免税品店的竞争有多激烈 TVB新闻 洪荣兵林指挥综合报道 而耶旦节前夕在大陆上映 成龙主演的《铁道飞虎》 票房已经5亿人民币了 跨年党期继续在热卖 而说是成龙犯了歌影 他带头跟演员一起唱主题曲 片尾有彩蛋 而且有刘德华 让粉丝又惊又喜 动作巨星成龙亲自上阵 拍《铁道飞虎》 描述一群火车站搬运工 组成民间抗日游击队 要跟日军较量 成龙不止耀眼还要唱 电影主题曲一首包办 成龙领军小鲜肉 包括黄子涛 王凯 王大陆等人 进录音室一起唱主题曲 MV跟穿插电影画面 其实铁道飞虎去年耶旦节前夕 就在大陆上亿 目前票房累积5亿人民币 相当于24亿台币 不只是跨年票房冠军 结尾还有个惊喜亮点 天王刘德华惊喜客串当彩蛋 不过成龙却爆料说 华仔抢了他的角色 原来这场戏原本计划 是要给大哥做特效 变成年轻时的样子 没想到导演直接找刘德华客串 台湾预计本周上映 就看能不能跟大陆一样 开出好成绩 天狱别是新闻 终于轮神进行 华语后这片有哪些呢 这片商当然很大手笔宣传 怕大家不知道 首席主演的健忘村 在台南的百货 展示了三位主角的戏服 给大家先看一看 而魏德胜导演的新片 也在美丽华的喷水池 那里打造了 装置艺术呼应剧情 吸引民众去拍照 至于诸葛亮大吊歌 隐成的巨人贴上了药膏 宣传信息 赫岁地诸葛亮抢功过年党旗 新片大吊歌即将上映 连宣传也有花招 新一区隐成的地标 大巨人最近换上新装扮 就是为了帮贺岁片来宣传 大巨人像贴上药膏 呼应片名大吊歌 同档上映的健忘村 则是在南台湾亮相 舒淇 李美秀 张孝璇 三位主角的戏服 放在领百货展示 就连重要的道具 妄游神器也展示使用说明书 另外导演魏德胜新片 也要卡贺岁档旗 舒米恩和小男孩乐团的米飞 坐在车顶弹琴说爱好浪漫 片商也打造一样的装置艺术 透过缩时摄影 可以看见布置的过程 还招美丽华摩天伦当背景 呼应主题 吸引不少路人拍照 愧违六年魏德胜在职导演统 这是今年贺岁档旗竞争激烈 不只诸葛亮还有成龙芯片 公布余嘉 以及好莱坞羊片 蜜拉巧娃围棋的 二龄古堡最终章 压力自然不小 我们应该要努力的是怎么跟 怎么宣传让 怎么宣传到让观众知道 有这部电影 而不是说 那个对手有谁 然后我们应该怎么防备 过年那么多天 你观众也不见得只能看一部电影 面对强敌 来势汹汹 魏德胜依旧乐观面对 要大家多进戏院看电影 替雨涵 冲冲人气 QBS新闻 徐晖山申请 而你还记得2016年 最卖座的国片是什么吗 是楼下的房客 而网络搜寻引擎Google 发表了热搜关键字排行 台湾网友在整个2016年 最关注宝可梦跟美国总统大选 然后琴摩所公布的 十大爆红人物呢 则蛮呼应现在的趋势 因为几乎都是素人变成网红了 透过了影音平台跟社群媒体 这素人风潮在2017年 还会再延时 回顾过去一整年 台湾网友最关心哪些话题呢 寻常的公园 街道 涌近上万名玩家 揪团来抓宝 网路搜寻引擎龙头Google 公布2016台湾关键字 搜寻排行榜 8月问世的手机游戏宝可梦 掀起一股抓宝旋风 搜寻次数大爆冲 拿下冠军 另外国际大事 像是里约奥运 台湾共夺得一金二同 狂人川普 跌破众人眼镜 在11月美国大选中胜出 也分别高居搜寻排行二三名 接下来 名字是什么呢 刘世晟 其他影剧娱乐类 包括韩剧《太阳的后裔》 韩国电影《失速列车》 以及日本动画电影《你的名字》 都在2016年话题快速窜红 今年可以看到就是说 韩剧例如说《太阳的后裔》 《步步惊心力》 《英国脱欧》 或者是《南海仲裁》 这方面国际性的议题 其实也有登上 就是快速窜身的 这个议题的排行榜 歌词简单易懂 搭配动感舞蹈 PPAP成了2016当红洗脑歌 主唱Pico太郎 声势扶摇至上 嗨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Cin 一句洪荒之力 大陆勇将复原会一夕爆红 让人印象深刻 搜寻引擎雅虎奇摩 公布2016十大网络爆红人物 不少素人同时上榜 除了复原会Pico太郎 艺人陈建州聘情的保姆小亨保 贾静雯的女儿布布 网络名人那对夫妻 都因话题性十足 跃上2016网络红人榜 一 二 三 吃下超辣洋芋片 表情痛苦猙獰 搭配音效字幕 不少网友看了捧富大笑 这支影片创下140万人次 点阅率 让这位18岁的大男孩 人气哄不让 有一个回想很大就是说 我介绍一个奇怪怪异味道的香水 然后他就是做了一些 真的你无法想到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的存在味道 就不会写什么剧本之类的 所以平常他说就是一直在要训练自己 就是你看到什么东西 你要联想到什么 或是你要接什么梗这样 很酷的是 看到吗 他的触角都做出来了 对着镜头即兴发挥 内容天马行空 高中三年级的尊 从国二就拍摄影片 上传影音平台 举凡味道奇特的食物 搞怪商品分享 甚至游戏破关解说等等 内容包罗万象 由于不按牌里出牌效果十足 让频道订阅人数高达53万 累计收看人次冲破6000万 影响力不容小觑 20所学校高中生联合跳街舞 透过网路社群 影音平台不断分享 短短三天 红遍美国 加拿大 香港 创下530万人次点阅率 2016年素人正当红 这股网红趋势将持续延烧 平台就是可以做到广度 跟扩散 编辑加上非常精简 而且亮点的文案 例如什么都没有的影片 我们加上未来的台湾之光 都在这 所以网友是快速的 就进入这个影片的主题 抓紧趋势 创造话题 或许你也能成为 2017年网路热搜关键次 TVB的新闻 陈建平大元力台北报导 而如果说的话变成了网路加剧 好像蛮酷的 TVBS网路中心整理出了排名 带你来看 那台湾去年的经典队 只有哪些呢 我们一起来看 首先是垃圾不分蓝绿 你七八月的时候 是哪一个政府的时代 就是非常小英政府 那就对了嘛 所以垃圾不分蓝绿 这句垃圾不分蓝绿网友直呼 抄中肯接下来的经典队子 是问世间情是何物 我要你对你这个流氓行径 你愿不愿意道歉 我只想说 问世间情是何物 问世间真理是何物 科市长听到此话 当场也吓了一跳 而接下来的队子又是哪句呢 我现在不是在讲 那泰国自杀的事情 我现在在讲的是 巴拿把的驻外使馆 有没有跟法务部通报 有还是没有 有 法务部给的指示是什么 我们要赶快讨论了解状况 然后呢 然后他就死掉了 然后他就死掉了 这什么鬼啦 好点想起 因为浩子计划花十个月 带家人环游世界 要短暂分手 说是一月底 他主持完尾压最终场之后 就要出发了 换上金鸡装造型 浩角想起金棚替电影台拍赫岁短片 不过从2017年3月以后 暂时看不到浩翔合体了 因为时尚玩家这个节目 让我们跑遍世界 大概我算一下快60个国家 回来每次都想说 为什么每次旁边都是阿翔 可恶 可以换个别人 我也很希望带着家人去那些 让我感动的地方 因为想花时间陪七小 浩子计划休息后到年底前 要带家人环游世界 而阿翔也尊重他的决定 目前手上的尾牙场 两人最后一次就在1月2324 谁的床 谁在谁 坚决不得不得了 年前尾牙场浩翔依然合体 而年后春久 目前还没有任何计划 至于美食外景节目 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你成功一起来 今晚有进入的买 多谢母亲爱我 目前录影照常 未来浩子向节目请假后 要让阿翔一个人称场 或是让好朋友轮流代班 这种单位还在讨论中 还强调浩子不是请辞 只是请假 要粉丝们别担心 TVBS新闻 终于轮申请了 等一下 宅男特派语员 郭静要带大家来看 这家老店里面的东西太苦 今天宅男特派语员 是最近发片的歌手郭静 他去逛一间怀旧文具老店 竟然看到了100年前的牙签 Hello 各位宅男的世界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宅男特派员 郭静 今天来到一个很复古的文具店 我自己其实觉得有点新鲜 因为我从来没有逛过这样子的文具店 今天就带大家来看一下 也算是我小时候有使用过哪些文具呢 我一起来怀念一下 刚发行专辑的郭静 带着我们来到一家很特别的文具店 他位在台北新义区的小巷弄当中 不是熟门熟路的人很难找得到 而且这里面卖的文具都是有历史的全新品 一走进店里 仿佛就像做了多辣Amo的时光机一样 回到过去 这个怎么有点像印尼 但它应该是插鞋子的吗 我问一下老板 老板 你好 你好 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啊 这看起来好像印尼哦 它不是印尼 它不是印尼 这个是什么 这是磁粉 磁粉 对 早期 这是牙膏之前 都是用这个刷牙 对 它里面是粉状的 这个大概是山林年代的 但是如果现在再购买这个的话 真的还可以拿来刷牙 不建议啦 对啊 不建议是不是 不建议使用 对啊 像这边 这个是磁粉 然后这是100年前的牙签 对 也不建议使用 100年前 对... 100年前牙签 那一抽出来它不就会不会就这样 不会... 天啊 它保存得还算不错 那你这个是从哪边得到它的啊 从日本的股东店 从事社稷的老板张德 收集好多摩东西 原本只是自己的兴趣 慢慢的聚集了一些童号 就在工作室旁边 开启这家老文具店 门口没有招牌 不是天天开张 也不曾特别宣传 只在脸书开了粉丝页 生意做得很低调 但这些老东西 总让每个上门的顾客 流连忘返 这边有超多 我觉得我小时候可能看过的东西 我小时候看过的东西 算是扑克牌吗 对 那是 任天堂早期的扑克牌 真的耶 你看 这边写的是任天堂的英文 对啊 这算是很现... 也是早期的 它大概是80年代的 因为任天堂 它们是卡牌起家的 是 对 后来才开始有马利欧之类的 所以它里面就不是 我们平常会看到的 马利欧的图案在里面 不是... 对 没想到它们是 以前是初指开的 喜欢复古味 文青Fu的人 来到这家店 肯定像进了宝山一样 不只有任天堂纸台 还有各式各样的古董钢体 早期配眼镜的工具 发调试保险箱 80年代 美国小学的地理课本 而最让郭靖少女心大喷发的 则是这样 以前小时候用的 光是这个图就很怀念了 漂亮的女生 然后小时候都很喜欢模仿 就是这些会出现的卡通人物 就会模仿她 花她 对 然后以前都是 也是一次可以放好多笔 这样放进去 然后我说我使用过那个是 它一按之后的这个 会这样是跳起来 对... 然后就很方便这样拿去 那个现在也变成稀有品 所以蛮多收藏家会去收藏 这样会不会也显现出我的年纪 是 这什么啊 没用过 郭靖阿 现在隐藏年纪已经来不及了 但是有机关的铅银盒 在宅我小时候也很爱用 相信这是五六七八年级生 都有的儿时回忆 有的儿时都好可爱 尤其是这一群 就是好多 因为我很喜欢画画 所以像这些 我自己以前也很多 这张专辑 那张专辑不是也有画一些 名产画 对 我有画那个明信片啊 然后再早一点 我有画那个包包 对 也是我的代表星座 是指桌画在包包上面 然后也是送给粉丝朋友 那这张专辑 这张专辑没有说画一些特别的东西 这张专辑没有 之前画很多 然后想说这张专辑 我们就是还是回归最本质的 就是一张CD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听里面的好歌 该忘的日子好多 更怕自己太洒脱 会不会唱自己的爱情小故事吗 我的爱情小故事啊 你真的很少绯闻耶 不会啊 我很多啊 都同一个 都说到十年的郭靖 唱了这么多好听的情歌 但是绯闻真的很少耶 看来也没有什么好逼问的 还是听郭靖用唱的吧 大家看这好朋友 是好朋友吗 瑞典皇后证实皇宫闹鬼 是一些友善的朋友 瑞典的皇宫 卓宁护母宫里面有鬼魂吗 皇后竟然证实了这一点 但她说是有一些特别的朋友 非常的友善 欧洲古老豪华的宫殿大宅邸 充满历史岁月痕迹 但也少不了会声会影的鬼神之说 其中一座就是瑞典的 卓宁霍母宫 淡黄色的外墙和宽阔大气的园艺景观 制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为世界遗产的皇宫 就传出闹鬼 而且还是由瑞典皇后西维亚 亲口证实 瑞典皇后西维亚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 这栋华美的皇宫里 的确有一些朋友存在 但是他们都很友善 还笑眯眯地邀请民众 有空也来体验一下 似乎早已习惯这群看不见的朋友 卓宁霍母宫其实最早新建于1580年 不过之后发生了一场大火 几乎把整座皇宫都毁了 1661年重新建造后 才有了现在的样貌 不过在这五个世纪之间 仍经历过多次整修 现在成为了瑞典皇室的居所 花园大厅等地点也还对外开放 让民众来参观 其实不止西维亚皇后证实 皇宫里确实闹鬼 就连国王的姐姐也曾说过 感觉到不同世界的朋友存在 除了瑞典的卓尼霍姆宫以外 英国的汉浦顿宫 更曾在2003年的冬天 传出监视器拍到骷髅头影像 也让参观民众又怕又爱看 英国汉浦顿宫还借此推出了鬼故事之旅 也帮这些古老华丽的皇宫增添神秘色彩 TVB新闻综合不道 展览世界我们下次再会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